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1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对华政策分析 斗而不破,时空转换 我们大概会定期,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停下来分析一下 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或者是我们也会 有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 也会分析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习近平我们也会 停一下分析一下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我来看,最重要的发生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卫生部长阿扎 去台湾访问 其实这是一件 非常有战略影响的事件 就是说 虽然我们说之前也有 这个部长 去台湾访问,但是 像安排一个这样的阁源,用这种方式出现在台湾 肯定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是一个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做这个安排肯定背后有意图 有想法 有想法 这是一个层面的事情,第二个层面的事情就是香港 就是说香港开始 针对这个11名中国和 和香港的这个高官进行制裁 这件事情也是有重大影响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川普总统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政策的摇摆 也看到一些 方向 今天是这个热点,明天是那个热点 就是我们其实 做一些全面性的分析,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个地图拉开来看的话 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 今天就做一个这方面的分析 做一下这个,就是说 我们做一个全景性的分析 全景性的分析 这个全景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帮助去 帮助去观察和分析 在某一些具体政策上 的意图 如果我们后面没有全景性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经常 就事论事来看是看不清楚的 这也是过去一段时间 我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断的跟大家表达一个这样的 情况 就说看不懂 看不懂 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 也是在梳理 梳理川普总统的对话政策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 我们通过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去访问台湾 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在台湾议题上的某种变化 这是一个某种变化,或者是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改变 那么以前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前在博尔顿的新书上面 他怎么说台湾,台湾就是拿一个柴子刀,这就是台湾 这张桌子就是中国 就是 台湾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涉及到的利益,不能够相提并论 但是你看,阿扎去台湾访问 然后你看美国对台军售 然后在一系列的 在一系列的南海的美国海军航母在南海的活动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地位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 看法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 就是说川普总统已经和 现在你看到的川普总统和 我们之前看到的川普总统的很多行为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是这么看 我是这么看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川普总统对话政策 它涉及到领域越来越过 就是说这个战线越拉越长 越拉越长 我大概的梳理了一下 梳理了一下,我们先从台湾开始讲 你看 阿扎 阿扎的访问台湾 阿扎访问台湾,明面上讲 明面上讲是这个 医疗 疫情方面的合作 但是阿扎这次去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参加李德辉前总统的 丧礼 这是一个 这是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 你以前会想到美国会派一个部长去做参加这种活动吗 这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现在已经发生了,说明什么 说明台湾的地位已经上升了 或者说 台湾议题的战略地位 台湾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战略的地位上来 那你可以看,从 2018年开始 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有步骤的 对台 不断的提升他的军售的级别 然后呢 就不断的提升台湾,特别是在这次疫情当中 美国不断的提升台湾的这种 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然后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法案 不断的把对台政策清晰化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们讲过 这个 这是一个三角关系 台湾 大陆 美国 这是一个三角关系 中美关系非常好的时代 美国的对台政策是模糊的 模糊的 他既有对台关系法 又有这个什么,八七公报啊等等,在上海公报,三个联合公报 在这里面 所以美国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意思是用这个模糊的态度 压制台湾内部的 这种叫什么,就是台独势力 防止他 搞事 所以 美国的对台政策 在过去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就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是模糊的 就是 我们有对台关系法 我们台湾是我们的重要的战略盟友 但是当你问他,你会协防台湾吗 这个我们讲,那就讲一堆的 这个 云山雾罩的话 就不表态 也不说我不服协防,也不说我协防 然后就说就是这种模糊的态度,这种模糊的态度 其实是 想,其实是一方面呢 去压制 压制台独势力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 谋求跟大陆的关系 保持一个平衡 这是一个保持平衡的模式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从去年到现在 美国国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法案 这一系列的法案实际上 把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越来越 清晰化 甚至现在要出一个保卫台湾法 保卫台湾法什么意思 就是防止台湾被侵略 那这跟之前的这个模糊 模糊政策已经完全不同 这不是一个天地 时空已经转化了 这时空转化得非常的快 实际上就是多长时间 就是半年时间 这时空就转过来 所以第1个 第1个议题 就是台湾议题 台湾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议题 它的地位越来越高 所以 我们观察第1个阿扎访问台湾 还有一个 台湾的卫生部长 陈世忠 会不会访问美国 这是可以观察 有些人说这个 蔡英文会不会访问美国 我觉得蔡英文可能不会访问美国 就跟我们今天的讲 讲的这个题目有关 川普总统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 斗而不破 为什么会斗而不破后面讲 但是我们先讲我觉得 蔡英文访美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陈时中 台湾的卫生部长 访问美国的可能性 反而很大 这就是现在 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就是什么 就是时空转换的非常快 然后呢但是呢斗而不破 就在很多议题上你看 川普总统会推上去 但是不 不推破 不破 就推到某个程度就停下来 就搞别的去了 搞别的去了 这是第1个台湾议题 第2个香港议题 香港议题当然也是具有战略性的位置 地位 你看第1个现在在做什么 第1个当然现在做的是 惩罚重管高官 这是第1个 第2个 第2个现在马上会发生的就是 你看刚刚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签证政策已经开始变了 就是 香港香港护照去美国签证的政策已经开始变了 第2个第3个就是 出产地政策 就是现在从现在开始 从香港 去 去美国的货品 全部必须写标明Mate in China 就不是Mate in Hong Kong 就是Mate in China你必须注明Mate in China 这就是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就会 系统性的撤除 香港特殊立位 这是第2条第3条 建立 建立对华 建立对华政策联盟 就五眼联盟的上个星期的声明就已经反映了 美国在香港议题上 开始建立一个 非常广泛的对华政策联盟 这是第3个第4个 就是最核心的我跟我昨天讲过的 核弹级别 核弹级别 的这个政策就是 香港金融中心的功能 会逐步的撤出 你可以看到在香港议题上 是逐步的升温升压的 那当然北京也没闲着,北京在香港议题上 非常激烈的 对抗 就说为什么会非常激烈的对抗,说明两点 第一点 香港议题真的对中国影响很大 这是第1个 第2个是什么 第2个就是 这种底线意识 就是还是要逗一下 逗一下 这是香港议题,第2个香港议题,第3个 科技议题 那么华为肯定这一次到9月中肯定就是不会再续的 那么 也就是说在华为这个问题上 给美国其他企业的时间就用完了 用完了就完了 所以 你可以看,如果是 这个 对华为的制裁到9月份的许可停,就不再续的话 那华为就应该是 那 怎么讲呢,就是 未来的华为将会未生存而在 那么他所谓的扩张 战略扩张,华为作为战略扩张的这个 时期就已经正式的结束 就不会再有战略扩张的能力了 那么你看华为一方面 手机 它的麒麟芯片,高端手机肯定是出不来了 那么 就是中低档手机了 这是一头,另外一头 就是5G,我们之前做过这个专题 华为5G也是一地鸡毛 那么在国际市场被美国打压,在国内市场这个 也是受到 整个的,其实它主要是运营遇到非常的困难 华为不是一个 华为其实是个销售型的企业 就是做工程出身 做工程出身,它跟谷歌,跟这个微软不一样,谷歌跟微软他们是 他们是建立一个新生态 建立一个平台,通过一个平台 营造一个生态 通过这个整个的生态 来获得市场 然后获得他们的竞争力 华为不是,华为其实不是运营级别的,他们是 他们是销售级别,他们的特长是销售 拿下 拿订单 搞定这个人 他们的特点是这个特点 所以你说华为他要做一个什么样大的这个战略布局 其实都是以这个销售层面 但如果他销售遇到了障碍 那就很困难 他就会非常困难 你看 然后呢第1华为,第2 抓特务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系列的这个新闻,一会儿这个 一会儿这个千人计划的专家,一会儿这个都 不断的出来,抓特务 然后是App,大家看到App TipTok,还有一个就是 微信 切断什么 通过在科技领域切断 中国 对外的这个影响力 第4个 终止特定人群的签证 大家都知道 七 七朵金花 不让再签证的了 等等 第4个,第5个 敲打 敲打这些大的科技巨头 你可以看到 美国国会把四大科技巨头抓来 开听证会 这个 司法部长巴尔在演讲当中 把这个把苹果拿出来 点名 苹果 科技公司你们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国家利益是什么 就是站队要搞清楚 站队 敲打大的科技公司 然后就开始做一系列的堵漏 各种堵漏 所以他现在在科技领域,一个是堵漏 一个是切割 然后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脱钩 这是科技议题 科技议题现在来看,它的重要性是在下降 原来是非常关键的领域,那么现在慢慢的堵漏,该堵的堵 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就正在做,FBI也好,包括CIA也好 等等,他们都在做这些堵漏 抓特务 各种行动 所以他的重要性是在下降 那么第四个就是南海 南海议题是重要性是在上升的 那么美国在南海议题上 有三个特点 第一 态度坚决 第二个 行动坚定 第三个,实力碾压 大家知道在海上 没有太多的纠葛 就是大家两艘船往中间一靠 看一下谁厉害 就这么简单,所以美国表现出来什么,第一个 坚决的态度 坚定的行动 派军舰去 一去,去两艘航母战斗群 就这种态度 然后呢,这是第1个 就是 国务卿蓬佩奥 首先发布一个关于南海的态度立场 然后就 派军舰去 非常坚决,然后就用实力来碾压 这是第1个,第2个 建立战略联盟 核心的战略联盟,左边是日本,右边是英国 然后去争取东盟 这是 美国在整个南海地缘政治上的 策略 就是 日本 日本毫无疑问,非常坚定的盟友,为什么 对于日本来说,南海的局势 就是日本的生命线,所以日本没有其他的选择,一定是坚定的站在 美国的一边 英国 英国是美国传统 最可靠的盟友 在香港议题上 英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所以英国毫无疑问在南海上,南海议题上也是站在 美国的一边 所以 左边是英国,右边是日本 然后去争取 东盟的支持 东盟这个南海沿岸的国家 也周边的国家 都跟中国来对不对付 美国要是出现在南海 毫无疑问 东盟这些沿岸的国家是非常的支持的 所以 在南海的战略就是这样 就是 建立战略联盟 然后保持军事压力 持续不断的进行演习和游异 形成什么 形成政治上的压力,最终形成的政治压力 南海议题 第五个,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这块是动得最慢的 为什么?我后面会解释 资本市场你看 努姆钦讲的,我们昨天的新闻是错了,我等一下会更正 努姆钦的 这个切割要到 本来是说的是要到明年年底 那么昨天呢 昨天的新闻里面出了一个状况,所以 以为是到今年年底,其实还是到 明年年底 所以在资本市场这一块 动作是最慢 最慢 他其实整个的方向,但是他不会停 还是时空转换 时空转换的比较慢 但是还是不会停 就是第1个 中资企业到美国上市的渠道,终究会切断 然后切断这块之后,同时会切断什么 美国的资金去中国资本市场也要切断 这是第2个步骤 第3个步骤是什么,逐渐实现什么 资本领域的脱钩 这块是最慢的 等一下我们讲后面的这个 影响美国,影响川普中国政策的 三个主要政治势力,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资本市场这块领域的动作是最慢 跟这三股主要政治势力是有关系的 第6个 世卫和其他的国际组织 美国也开始动了 当然第1个就是退出世卫,为什么 中共已经控制了世卫的 谭德赛秘书长 所以我就不玩了 搞不过来我就不搞了 但是美国在 其他的国际组织当中就全面的反攻 你比如说3月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要提名下一任的 总干事长 那么中国提了一个 这个新加坡也提了一个 美国就全力支持新加坡那个 就把中国的干掉 就是这样 开始要 我们讲那个叫什么,中国 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在国际组织当中布置各种各样的位置 美国现在开始动手,开始清理 开始清理 这是第6个 这个战略战略重要性,有没有战略重要性,有 但是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 对中国影响很大,对美国影响不大 但是呢,美国也不放过,也要开始动 这是第6个,第7个 就是 处理什么呢 就是 我们看到 美国关闭休斯顿 总领馆 其实背后是什么 其实背后就是针对的中国对美国的渗透 这个是全面的展开 其实这件事情做了很长时间 FBI也好,CIA也好,包括其实最终的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关掉总领馆 就是孙总领馆 然后开始清理 什么同乡会,同学会,各种各样的,包括在大学,包括在学校,包括在学校 学术机构 包括在社区里面的这些,现在都开始全部清理 找谈话 其实 就清理这种 中国这十几二十年来建立的这 这种组织 这是一块 然后就不断的 什么 千人计划出来一个,然后身份欺诈出来一个 就是这种渗透 就开始抓 其实它是形成一种政治压力 这种政治压力是让 这些在 原来非常活跃的这些组织的这些人 开始停下来,先停下来 然后它再来查 这是 第七,第八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新疆议题 这个宗教议题 西藏议题 当然包括香港,台湾这些议题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讲政治和人权议题 这是一个 这是纯实压 这是纯实压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领域,时不常的会爆出 爆出各种政策来 原因是什么 跟我刚才讲的这种 这种这个三股势力是有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 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我刚才梳理一下 总共有八条战线 这八条战线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会在这八条战线上 今天这个报一下,明天那个报一下,它不会出现的什么呢 不会出现在某一条战线一直推到底 没有 一直都是这条战线推一下,那条战线推一下,每条战线推一下 但是就是斗而不破 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格局 但是每条战线都在往前走 只是走得有快有慢 快的是哪些 快的主要是涉及安全议题是最快 涉及这个 涉及政治议题 持续不断 涉及经贸议题 投资议题最慢 大概是一个这个,为什么 这跟影响川普政策的几股势力有关系 那么影响川普的中国政策的势力有三个主要势力 第1个势力 是以国家安全为主要诉求的 战略保守势力 这个势力主要是从 全球战略的角度 或者是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分析 中国的战略意图 分析美国的战略风险和战略危险 那么 他们这股战略 这股战略保守势力呢 他们的态度是最强硬 非常强硬 主战 对抗 保持军事压力 建立战略联盟都是来自于这股势力的诉求 那么他主要的代表是谁 就是已经离开白宫的博尔顿 虽然他离开,但是这个势力还是在 而且非常的强大 包括现在 其实现在的国安顾问,美国总统 川普的国安顾问 都是属于 这股势力 这股势力的很强大 所以 你可以看什么在南海议题上 在台湾议题上 在特别的,甚至在香港议题上 美国的态度,香港议题稍微有一点 就是跨领域的议题 集中表现在台湾议题跟南海议题 那美国的态度都非常的坚决,包括 国防部长 都是非常坚决的,这是一股势力 第2股势力是什么 第2股势力就是以投资贸易 为主要诉求的 接触派势力 这一派势力叫 美国有的时候会叫他们叫熊猫派 但熊猫派呢更多讲的是 是智库那一头 我讲的这个接触派呢 主要从实物的角度 那么像这些势力,包括 这些叫接触派势力呢 是过去20年 中美关系的既得利益者 那么 他们分享了美国的经济成长的成果 他们要求维持和中国的这种 经贸联系 防止中美关系的断裂 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是 这也是个非常大的势力 这个势力很大 主要的代表 主要代表是华尔街 华尔街 他们的华尔街的主要代表是谁 财政补偿的母亲 所以你指望 美国在经贸政策上面对华有强硬的立场 基本上可能性很小 因为这股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 这股势力的 这股势力也有两面性 一方面他希望保持和中国的这种 经贸关系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对华尔街压力 为什么 因为这些年中国的政策 对这些人的影响也很大 就是包括 美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遇到的不公 包括中国的政治气氛的 转变,对美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有影响 要你在这建个党支部,你们是烦不烦 也烦 他们也烦 所以他们一方面要保持跟中国的接触 保持中美的经贸联系,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有一个诉求 就是希望美国政府 对华强硬 所以 他强硬的来呢,又不要断掉 他们的态度是这个 就是你帮我去施加压力,让中国开放市场 这个是他们 完全支持的 但是他不希望你 跟他掰掉,掰掉我就没犯错了 就这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 在资本市场这个领域,我们说 美国的战略的方向就是要脱钩 我不能够,你还拿着我的钱 来投资你的军工企业,这不是太不靠谱了吗,这不就一直讲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这股势力也有 所以在这块大概是这个方向 第三股势力 就是以意识形态 和地缘政治为诉求方向的 激进的对抗势力 这股对抗势力其实一直都在 就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人权民主自由这个诉求 这个我们叫这个普世的价值观 他们的对华政策 其实是一直没变过的 就是要对抗,保持压力 对不起 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个议题上呢,这股势力是最激进 最激进 最强硬 而且他们在国会有很多的 代理人 所以在这股势力呢,你可以经常看到 一会儿出个 制裁签证新疆议题,一会儿出个新疆法案,一会儿出个 这个法案,那个法案,都是来自于这股势力的推动 而且这股势力的 它的有广泛的代表性 和 这个政党的影响力 所以这块也是影响力很大 那么这三股势力呢 基本上是在影响着川普总统 或者是影响着白宫的对华政策 那么这三股势力在不同的议题上有分有合 甚至有的时候会对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对华的政策也经常出现摇摆 甚至出现停顿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搞不定这些顾问和助理 那怎么办呢,就是大家掐得很厉害 川普总统往那一做呢,那怎么办,这个说不服他,他也说不服他,那就先把问题放下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发现很多跟中国有关的议题 突然一下就没有了,没下文了 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搞定 还掐着呢 那么川普总统自己有三个属性 我们还是 还是经常研究川普总统 他有三个特点,第1个特点是什么 川普总统直觉很厉害 他 干到70多岁 他基本上是靠直觉所判断 川普总统的直觉很厉害 这是第1个特点 第2个特点 但是他就是个没有逻辑的人 他因为靠直觉嘛 你靠直觉怎么靠逻辑,那总得靠一头 那么他缺乏这种全球战略 和这种 全球意识 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商人 他没有太多的全球意识 也没有这个 战略判断 所以他 当然另外一方面,他的行政管理能力我也是高度质疑 就是行政管理能力不大行 行政管理不大行 管理能力不大行呢 他对这个团队的管理 也不大 就是不大在行 所以呢 他非常依靠他们,依赖他们 而且我觉得 他越来越依赖 所以呢 在他的决策过程 就显示出 显示出几个 表现出来的几个特点 第1个特点 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你想一下 一个政策出来 我刚才讲的这三股势力,在不同的议题上 有分有合 有的时候大家很一致 政策马上就出来 政策马上出来的,想出来的时候,你还得想一下 川普总统在那里 他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并不是很想 就算这个整个白宫团队 很有逻辑的 要求推出来 川普总统要不同意,那你也甭想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他的对华政策有 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和偶然性 他会一怕,你比如说像 像那个TikTok TikTok这个事情 我认为就是个偶然性的引发 就是因为川普总统的 第一场造势 的门票问题 川普总统TikTok是有认识的 美 这个背后的团队就利用这个议题 向他去推销 推销这个政策 很快就过了 原因就是,这里面是有偶然性的 然后这个川普总统的背后的这个团队 就利用TikTok的这件事情 装进去他们想要的东西,战略 战略意图就放进去了 这个战略意图放进去,就很容易说服川普 所以这里面就有什么呢 偶然性 和不确定性 这是第1条 第2条 摇摆 摇摆 你想一下 这些势力互相牵制 有的时候合作,有的时候对抗 所以你可以看 川普总统的政策经常都是什么 往前跑停下来了 为什么 往前跑的时候,是有一股政治势力在推动他往前跑 川普总统同意了,同意了就往前跑 跑着跑着,另外一股势力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个不就崩了吗 就开始往回拉 这有往前跑,又往回拉 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很多政策 他会摇摆 摆到那边去的时候 又往回摆 这就有人往回拉 这就是各种 势力的角力,角力反映在谁身上 反映在川普总统身上 川普总统本身他不是一个非常决断的人 我们网友经常讲他的风向型的星座 他就是墨迹 他就是摆,就是摇摆,就正好符合他的这个性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政策 就是摇摆 然后就是 斗而不破,其实是摇摆的结果 就是 他的政策往前跑,你看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休斯顿总领馆 他 一生气 一决策 就把他给关了 这个很极端的手段 这是个非常极端的政策 但这个极端的政策 中国那边也关你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要升级了,中美关系可能出了状况 没有了,结果就 为什么 那就有另外一股势力把它往回拉呀 不希望破 不能破啊 这就是我说的 所以中美关系,或者是说 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就是斗而不破 斗要不要斗 一定要斗 但是不能斗破 这是第2个,就是我们说的摇摆 第3个 不连续性 为什么不连续性 就是我刚才讲的 当一个政策走到某个 要破江破的时候 那么就有人去把它往回拉 往回拉的结果是什么 在这件事情就不往下走 就走别的了,我说8个战场,8条战线 你随便哪个战线不能搞嘛 就搞吧 所以他的政策是不连贯,不连续的 不连续的指的是在某一条战线上 没有连续的发生 但是他总的政策,总的战略是连续的 总的战略是什么 总的战略是四条 第1条 中国的战略意图 就是敌对 就是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就是他是敌对 他对我有敌意 这是第1条 第2条 中国的战略定位 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那对中国的战略就是 全面对抗 消除威胁 第4个 在各个议题当中,表现出来的态势是什么 斗而不破 时空转换 时空转换 有的时候快 有的时候慢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我们今天又讲冒 因为 最近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急转直下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层面进行一个全景式的分析 给大家一个大体上的图画,全景式的图画 看一看川普总统的对华 对华政策 他的方向,他的战线 他的战略 他的战术特点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大体上 做一个这样的 主题给大家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进入互动之前,我做个更正 昨天 昨天我们关于这个中概股的这个 议题当中呢,有一个时间上的错误 这个时间上的错误就是 财政部长努母亲在昨天的 川普总统的新闻发布会,记者会上面 他做了一段,有一个记者在问这个议题 就是 中概股什么时候 要符合 PCLB的这个要求,就是美国上市公司监管委员会 会计监管委员会的 这个审计要求 提一个这样的问题 盧姆钦呢,是他没有站在话筒前回答 他是站在旁边回答 那我看的那个直播呢,就听不清楚 我就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 他回答了一段,回答了一段,其实呢,我后来 后来看 看白宫的视频 很清楚,白宫讲的 视频里面的声音很清楚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明年年底之前 必须符合PCLB,就是上市公司 会计监管委员会的 审计要求 他说的是明年 但是我看的那段直播视频呢,那个声音就很小,而且很模糊 我没听清楚 没听清楚昨天在 在 推特上面 我关注的一个 华尔街日报驻白宫的特派员,就在现场的那个人,我估计可能 我不知道是谁提的问 我估计可能要不是他,要不是另外一个人 提的问,提的这个问题,因为只有他们 这种财经记者才会关注这个问题 他在推特上面 来了一段 明确了 努母亲明确了 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 符合PCLB的要求,否则就退市 我不是在那个 直播里面,我没听清楚 我一看这一段,有了 我就 把这个时间就确定了 但实际上是错的 我昨天的这个 主题呢 就把时间搞错了 所以在这里向大家郑重道歉 也郑重更正 我昨天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明年年底 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 有重大的疏失,向大家道歉 但是 我没有把昨天的这个主题撤下来,我只是在下面做了一个更正 原因是,虽然这个时间上出错 但是这个主题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就是 美国 和中国在资本市场上脱钩的战略步骤 战略部署是没有改变的 他的影响也是也是对的 只是我们时间上有 有疏失,我应该更 我应该更严谨的去 确认,查证 然后再 这也是一个,我们叫什么 迷信权威,所以权威不能够迷信,我觉得 他是个特派员 驻白宫的特派员 而且他在现场 他能出错,我觉得 这也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个教训 我就觉得他应该没有错,其实他 我后来再看了一下 后来有网友 在我的推特上 问我 你确定吗?我没有看到其他地方有 后来我再过去看 看他下面 也有人在质疑他,他说我 有人说我听到是明年 不是几年 我就有点打鼓 后来翻过后就听 确实是错了 所以向大家道歉 那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这里再强调一下,请大家有条件的支持我们 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吗 OK 那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个 情况,问题,观点,我们今天剩下时间不多了,因为我又 又讲冒了,所以 抱歉 今天有杂音吗 我回头看一下,我已经知道什么原因是杂音了,就是接触不好 鸣谢,谢谢你的支持,谢谢 王老师辛苦了,请喝郑山小总茶,谢谢 好茶 谢谢 谢谢 请老师喝冰咖啡,最近天气热,好的 谢谢 川普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再次用中国病毒一词,China virus 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正在发酵中 我觉得 疫情这个议题迟早会出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对川普总统来说 疫情这个议题必须提,如果他不提的话,对他来说是个 非常重大的损失 谢谢 王老师你好,来自加拿大,观看你的节目半年之久 受益良多 由于习惯倍速播放,第1次参加直播,今天特别来支持一下 限出我一点绵薄之力,通过支持你 把力量传递给香港人 王老师加油,香港加油,谢谢 感谢 谢谢 王老师好,微信上普遍认为美国不是要禁微信 只是禁止使用微信与腾讯进行交易活动 自欺欺人 就是禁微信 就是禁微信 谢谢 谢谢 代表Wiki曹 表扬订阅苹果日报,或者把他买光的朋友们 几年前 还是他介绍我买,我是黎智英好书 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 苏晨,谢谢 好,我们进入互动 情况,壹传媒的股价已经从黎智英被捕前的9分钱涨到了1块1 那挣很多钱了 今天在国内炒股软件上看到股民对壹传媒的评论 还是很多人支持的 摘两句 摘两句点赞高的评论 第一,第一次看到股票 第一次看股票看到流眼泪 二 第一次看到钱也是有温度的 泪目 我们墙内的人很难对香港有实质的支持 但是我们心永远跟香港人在一起 怨天又香港人 怨天又香港 很感动 所以 其实我们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不能够看事情看得太绝对,你看 墙内的网友 还是 还是非常 非常支持的,还是有很多 很多有 有同理心,很多很明白 局势的人 他们 他们做了也做了很多的 心力上的支持 观点有话说,沙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然而 香港人大量逆势买入一传媒股票,打破了这一资本的定律 他们一定知道,接下来可能股价会暴跌 但仍然义无反顾,是与民主自由共存亡 香港的青年不会怕死 香港的青年不怕死 中年不吝财,何等悲壮,尽管中共铁拳依旧 我们仍然对他们抱有希望,香港加油 是的 谢谢 情况 港媒报道 被港警逮捕的 黎智英 以一传媒集团主管等人,已陆续获准保释 预料黎智英稍后将离开望角警署 警署外已经有 大批记者在等候 所以香港还是 他原有的 法律的框架还是存在,所以我们讲香港法律被 被港版国安法大量的侵害 但是大家知道 香港的整个的社会 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正能量在 情况,今早多处出现排队买苹果日报 黎智英儿子的餐厅排队 苹果股票今天由0.2元涨到最高1块9 今晚多处,特别是旺角有大批市民流水式抗疫 告诉全世界香港人 仍然在坚持抗争 多谢王生 老实讲 香港人的这种抗争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一直一直一路走来 我们一直陪伴香港人的这个 抗争的这个过程 这里有两点 第一点 我真的是深深为感动 身为感动,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觉得老实讲 我看到的事情够多了 我看到 看到 看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这这么多年 最黑暗的事情 发生在香港 最感人的事情也发生在香港 所以在这些事情当中 我真的是深为感动 为香港人 感动,这是第1个,第2个 香港人的这些行为 真的获得了全世界人民 真的是全世界人民 赞赏和支持 真的,来自全世界 我在网上看 你都想不到的地方 就是 所以真的,你要别人支持你,要别人帮助你 你首先自己 要不能屈服 要抗争 就是这两条 情况,今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中共对香港爱国者的大抓捕,让我们放弃了对中共改协规政的最后幻想 观点 香港 警察突袭苹果日报就是为了恐吓香港人 这是共产党在大陆一贯的作风 如果中国大陆每个人都能像王先生一样看到真相 共产党不过是一只没有穿衣服的小丑 非常推 问 8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看到那个灰号 我看到了 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 美国大使馆的 管灰,他有个灰 重新设计 重新设计了 那个灰,新设计的灰 原来下面这边是北京,这边是一个中国 北京中国中间有点 它是个圆,上面是 美国驻华大使馆,下面是北京,然后是中国 然后他重新做,对这个灰重新做了一个设计 把那一圈的边去掉 然后下面呢,就留下了北京两个字 那么大家都在解读,有什么含义没有 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含义 他就是换了个灰,重新设计了灰 为什么 看下顶上的标题是没变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 理解吗 美国驻华大使馆,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那个图啊,我看一下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改进啊,还是要改进,其实这个图就应该 如果这个图能够 能够显示给 镜头,显示到镜头上面的多好 没有 没有了 哪有 看不到 大标题是没变的,美国驻华大使馆 只要这个没变,其他的变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只是他改了设计 好吗 我觉得没有其他的解读的空间 观点 美国若要和台湾讨入医疗合作 何其劳烦现任部长 特地到台湾 美国政府驻外多的是幕僚部门,能和当地 沟通合作,美国对台政策 已经进入不可预测的阶段 我觉得很 美国 美台关系急剧升温,这是第1个 第2个 台湾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它的地位也在上升 第3,中美关系的交恶,令美台关系变得 越来越清晰 我认为就是三个 观点,美国一定要协防台湾 台湾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对美国、日本、韩国都非常重要 如果台湾丢掉,我想自由世界就别玩了 美国所有的心意都扫地了 情况 8月8日,上海的中国授险百人峰会上 黄岐帆认为中美脱钩不可能 理由是中美经济关系太密切 二战前,日本是美国第3大贸易伙伴 是美国石油、橡胶、铁渣最大的主顾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对日实行全面的禁运 禁运让日本走投无路,只能对美宣战 我认为 经济利益并不能够阻止中美脱钩 对台建交起到类似当年对日全面禁运的效果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网友的意见 经济利益很重要吗?很重要 经济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也很基本 但是我还经常讲一个问题 安全是什么? 安全就是细数 细数 安全是细数 没有安全 所有的利益都是零 就是如果你安全系数是零 那你后面的数据再大 一乘一下也还是零 所以对美国来说,美国是个最重视安全的国家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其他的事情全部都要让路 所以虽然中美之间关系,经经贸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 但是 碰到这个政治和安全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说要放弃,你可以看川普总统过去 过去一年多以来的他的政策 他并不是放弃 他只是柔性的处理 你看 你看美国政府多恨华为 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华为的许可证延了多长时间 延了这么长时间,现在都8月了 整整延了一年时间 川普政府多恨华为 我基本上没见过一个政府能对一个公司恨到这个地步 但是他 仍然给他开许可证 延长许可证,延长了整整一年时间 那说明什么 他这个操作是什么 他就是给美国企业 腾诺的空间嘛,我给你告诉你们 这家公司我要干掉的 他 他是你的客户,麻烦你 好好地准备一下,下一个其他的客户 就这个意思 所以美国政府的操作就是 给时间,给空间,让大家 让大家干嘛 让大家尽快地 减少这个影响,让大家不要有影响 不要有那么大的影响 这就是美国的操作 所以他并不是说放弃经济 放弃经济,没有 什么情况下会放弃 中国会放弃 中国一碰到政治经济利益就放弃 为什么 水平低呀 就是水平低呀 提问,请问王剑老师可否分析一下美国对华政策战略目标在哪里 是驯化中共更好的为美国利益服务 还是希望中共 能够加快政治改革 好问题 好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美国的战略利益,我认为就是两条 第一条 不要让 中共 伤害他 就是 就是美国认为 美国认为现在中国的对美政策 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 所以美国受到了威胁 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消除这个威胁 消除这个威胁的方法是什么,对抗 这是第1条 就是美国的第1个 就是消除 来自中国的威胁 这是第1个目标 第2个目标 重新建立他在现有 地缘政治上的地位 就这两个 我认为是这样 提问,目前川普总统的策略是对美台 和美中的关系 在最后的时间内 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就算拜登上台也没有用 王先生觉得是这样吗 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现在网友的这个 看问题越来越尖锐,我认为 川普总统的后面的这些 政治势力 现在在疯狂的推各个政策 疯狂的往前推 为什么 川普总统选情 不理想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不一定能连任 我不说一定 我不说结果 就说你想一下,站在川普后面的那些人 他怎么办 他肯定要尽量的把他的政策推出去 把这政策推出去,让这件事情发生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先把这个事定了,明年,明年年底之前你必须 通过,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对吗?外国公司的这个法案 就是你必须 如果你连续三年都不过 那就必须退市,这个法案已经过了 就说他希望让这个政策已经在路上 甚至已经实施 那么不管是谁做这个总统 这个政策都仍然有效 我相信川普总统的幕僚也好 他的顾问也好,他背后的这个影响,他的势力也好 都在做这件事情 希望让川普总统尽快的把这政策出台 让这政策 形成有效的屏障 不管谁上 上台 都不会 至少这个政策仍然能发挥作用 我觉得是这样 我同意这个看法 我同意这个看法 观点,在油管上看了蓬佩奥和彭斯在地方教会的演讲 了解他们俩 都是 信仰坚定成熟的基督徒 蓬佩奥曾经是地方教会主日学老师 并说他坚信 坚定支持川普总统,本人作为基督徒从信仰的角度 坚信现任美国政府会将正义坚持到底 OK 观点,我觉得改徽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会莫名其妙的改 那当然 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改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莫名其妙的改,他只是改,这个改是会发生的 但是你中间的解读 我觉得没有更多的解读空间 观点,其实美国现在就等中共放第一枪 这样美国就再倒一项胜利了 不过现在正在逼中共放枪而已 没有 根据我的分析 美国没有这么做 美国都没有把这个 就是斗而不破,川普总统现在的策略 就是斗而不破 就是不要破 就是不要破 就是不放枪 全面推进 情况也是问题,习近平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他说尽管粮食年年丰收 粮食安全还是要有危险意识 新冠疫情敲响警钟 要坚决禁止餐饮浪费行为 王老师请问这是粮食不够的意思吗?是的 他出来讲这个话 肯定粮食是有状况 否则不会他出来讲这个话,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 安排他出来讲这个话 的人也很清楚 他这个话一讲 所有人都会想到粮食安全的问题 但是仍然安排他出来讲,说明什么 说明真的有情况 说明真的有情况 观点,华为和腾讯这种小偷专业户 如果成为国际上的巨头公司的话 我会回去反思自己的价值观的 有道理 观点,以前欧洲旧时代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君王更改 徽标 一点点修改都代表非常重要的政治含义,不能等闲适之 这是美国领事馆 不是家族的徽标,家族徽标当然不能动 当然不能动,家族徽标几百年下来都是内阁 但是美国领事馆的徽标不一定是家族徽标 所以 你还是没说服,那你的解读是什么 大家的解读是什么 你不认中国了吗 不会吧,那就先把领事馆撤了吧 是不是 所以我不觉得有这样的解读空间 观点,不能完全责怪大陆人,言论自由被压制,新闻无自由,公知被打压,被嫖娼 中共教科书洗脑青少年 他们的思维无法解放 那个贵州43斤超级营养不良而死掉的女孩,就是一个例子 提问,中美完全脱钩之后 会不会来一场金融战 让狗眼残喘的CCP彻底崩溃 好似冷战前的苏联一样和平演变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假设性的问题怎么打你 我答不了 情况,老师推荐一个分析美国 公共政策框架的理论工具 剑断均衡理论 这个最早是用来分析美国预算制定 后来发现美国政策形成很多时候 很多都可以用 基本上就是说美国的政策制定不是连续性的 会突然间断一下 有一个突然的政策宣示,然后进入均衡状态 政策具体慢慢执行 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川普雷声大雨点小的 原因 OK 好,我去看一下 情况,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利益集团分析的方法 其实是观念联盟 比如很多有名的理论,ACF倡导观念联盟 其实没有绝对的利益联盟 而是一种观念上的联盟,只不过 CCP喜欢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罢了 提问,有没有注意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徽标是繁体 这个没有注意 情况,朋友在黑龙江的一个私人金融公司,老板融资跑路 他是下面的一个小经理,抓起来关了两年没罪名,一直在看守所 民愤两年后 放出来,啥说法也没有 结果还有记录 找工作找不到,期间还不让探望 这就是 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的 法律 你在香港看到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建议王先生是否可以在背后的墙上挂 左右挂一个电子钟 一个是显示你所在的美东地区 时间,一个显示中国北京的时间 并且在电子钟上方写上 时间和北京时间的字样,这样子可以让第1次进来的听众马上就知道 自己和王先生在两个不同的时区 我想一下吧 我想一下吧 好,谢谢 谢谢,我夫人很喜欢你的节目 从中学到很多知识,鸣谢 请王先生喝杯咖啡,谢谢 谢谢 华尔街的堕落腐败势力,真的没有任何办法搞定吗 真的很遗憾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在这里要讲一下,就说我在推特上面看到很多 很多对川普总统的攻击,也看到很多对拜登的攻击 那么有一些川普总统的支持者,用非常 非常 凶猛的话来攻击拜登 反过来 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是在用 非常凶狠的语言 文字 来攻击这个拜登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中共 以及文革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烙印 痕迹 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 一个 正常世界的正常的人类 我们就要想办法 把原来的这些痕迹洗掉 平等的 平和的 对待你不同意的人 你不喜欢的人 你都要平和平等的对待他们 不应该用 中共喜欢用的那些语言 文革式的语言来对待你不认可的人 为什么 政治斗争在中国是你死我活的 政治斗争在中国就是你死我活 就是肉体要消灭的,这是中共的政治观念 但是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当中 政治斗争是什么 是理念之争 我们有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观念,是观念理念之争 观念理念之争,我们可以很平和的 而且可以平等的 可以共处下去 这就是 正常的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推特上面 经常讲 川普要是继续执政 美国会完蛋的 翻过来 有人会讲 拜登要是执政,美国就亡了 你见过美国亡过吗 美国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总统 任何人去当美国的总统会让美国 亡国 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 他是个国家 美国的国家机制非常强大 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做一个和平的人 做一个 能够包容其他观点,政治观点的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可以不同意你 但是 我可以跟你相处 好吗 谢谢 谢谢 王老师走整 香港加油,愿荣光归于香港,谢谢 谢谢 谢谢,支持香港,支持王先生 谢谢 谢谢 东野主人,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